丽莉仙小艾 丽莉仙小艾 丽莉仙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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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的带领 丽莉仙小艺 再次来到美丽的奥克兰 丽莉仙小艺 那么首先向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来宾朋友 道一声平安 平安 愿神的真平安与你们同在 刚才王长老已经把我的故事讲了一多半 所以下面总要用音乐来见证神的爱 我想刚才王长老讲到爱这个主题 也是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介意 最近我们小组在学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四章一些章节的时候 当天晚上我就有感动 觉得神的爱是这样的真实 就像这个源泉一样 永永地流出 永不止息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首诗歌 后来就把它编成小弟兄的一个单曲 刚才我碰到一位Michael弟兄 他的微信号是316 我当时说跟中国的315差一个号 他说不是 他说这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那我有一个衬衫也是3.16盼望之数 那我有一次穿在身上有个澳洲人说 你这是约翰福音 所以真的3.16是一个我们真正有难忘记的盼望之数 所以今天我想第一首乐曲 就为大家演奏爱的源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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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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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呢我就萌生了想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小琪琴 守我的一个梦想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想讲梦想 我儿时的这个梦想 就是像老师一样坐在乐队里演奏这个心爱的小琪琴 那我就开始刻苦的练琴 有时候一天会练十个小时 终于我就考入了北京中国铁铁国工团管协乐团 成为一个小琪琴的学员 那当我成为学员以后呢 我是被排在乐队的最后一把 因为一共有四排小琪琴 当时我们乐队差不多有二十把小琪琴手 其中有很多都是音乐学院分配下来的 那我坐在最后边 那有时候演出的时候我看不见观众 观众更看不见 因为就坐在最角落里 所以我心里特别不甘心 我想我练了这么多年的小琪琴 难道就坐在这个角落吗 可是我的老师是坐在最中间 所以我想我要向我老师学习 我要往前坐 我就开始更刻苦的练琴 有时候早上冬天的早上 我五点钟起来 到这个图书馆那边有暖气 我就开始练琴 那终于我就从最后一把小琪琴 我又不满足了 因为我当首席之前 我是副首席 那有一个老首席做的人 后来他退休了 我发现他退休以后 推个自行车 在传达室发报纸 我想难道我以后就像他那样了 退休以后就在传达室拿报纸 特别不甘心 我想我应该有更高的成就 虽然我也担任过一些独奏 有时候甚至在公文局馆都演奏过独奏 但是我想我基本上 我的工作就是在指挥棒下 听从指挥的任何他的要求 一会儿强一会儿弱 所以不甘心 我想虽然我是首席 但是还有一个人比我高 这个指挥 所以我要摆脱这个指挥 所以我就想成为独奏家 那当时呢我的老师 他在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音乐学院 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就是Yang Satika 他是杰克斯法克最有名的小提琴教育家 他的老师是我们练的教科书 叫Sethic 是很有名的 所有拉小提琴的人都要学那本教科书 所以呢他听了我的录音带 他就破格录取我 为当时大师班的研究生 所以呢我呢 就是经过我的一番斗争 我终于就决定放弃国内的 这个首席小提琴的这个职位 成为一个海外的自费留学生 那当时呢团里同意我平心留职 那我就带着小提琴和行李箱 去了南半修 那当我下飞机的时候 没有任何亲戚朋友 是教会 是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 带着这个两个女儿去接我 那在我临行的时候 我的母亲就跟我说 你从小虽然在基督徒家庭长大 但是你一心就追求音乐 你根本也不知道这个圣经是怎么回事 你更不去教会 因为我妈妈当时是参加有聚会 她在中央民族学院有这个聚会小组 她有时候会跟我分享一些 哥林多前书 关于爱的篇章 但是我当时就认为基督教 像其他宗教一样都讲爱 所以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 但是当我出国的时候 我妈妈就说 你到海外没有任何亲戚朋友 但是你一定要去教会 因为在教会你能够找到朋友 但是最主要的是你能认识主耶稣 那我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 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 我要交纳2万澳币的这个学费 因为在90年代 2万澳币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可以说在北京都可以买房子 但是呢 当时我只交了一些 基本的生活费就过去了 那么我满膝以为 这个我的导师 他会帮我申请奖学金或助学金 但是当时的政策 是不给中国留学生任何的奖学金 但是可以允许我们 每个星期工作20小时 那我就找到学校要求给我工作 但是当这个学校的这个找公办公时 知道我是央斯特普卡大师的学生 他就断然拒绝对我工作 他说你的大师这个有交代 他的学生不允许随时任何跟手有关的工作 可是当时我又不懂英文 也不会任何技能怎么能支持自己呢 但是学校的账单每个礼拜都往我那里寄 我必须在三个月之内把第一年学费交上去 否则我就会被遣返取消学生签证 那么我国内呢也没有职位了 这样我就会进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所以当时呢就非常发烈 写了50封求职信 希望能找到大小地形的工作 但是根本不可能 因为我的求职信都是求一个澳洲老太太写的 所以我根本连求职信都不会写 根本没有人来录取 那这时候眼看的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我才想起要找教会 妈妈跟我说 所以这会儿有一个弟兄 刚才有一个power fund 他叫calli前面那张 对他是带领留学生团契 他说你现在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我送你一本英文书 我来教你英文 这样你才能找到工作 那么他就送给我刚才那本英文版的圣经 这时候有生以来得到第一份圣经 他就开始用最浅显的英文 教我主耶稣结婚的道 他也带领我祷告 他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那么在他的祷告之下 那么真的神就听了我的祷告 那在我的签证 还有一个星期就被取消的时候 我终于接到来自海边的一个 意大利餐厅的音乐酒楼 他来的电话 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位置 如果你能够演奏意大利音乐 你就过来 所以他就同意我可以在这里演奏三天 从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那这样我就可以开始用自己演奏小提琴去资助我的学习 所以在这里我想再为大家演奏一首诗歌 也是我很喜爱在教会里第一次听到 用东西方音乐音速扑取的一首诗歌 他的弦力很简单 他的歌词也很简单 就是唱哈刘亚赞美 林明不知故事 一首诗歌曲 一首诗歌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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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大家知道塔斯玛尼亚是很少华人 当时我去的时候才有七百个华人 中国留学生就更少 又是在一个有名的大师下面的一个研究生 他去餐厅拉小提琴 所以报纸登出广告 说中国留学生在餐馆拉琴 是为了交纳昂贵的学费 同时他们也登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他老师很鼓励他这种自吃其力的 这种态度 所以很多人去听我拉琴 当时在澳大利亚 它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我有时候也会经常演奏不同风格的乐曲 特别是因为它是意大利餐厅 我就经常演奏意大利的音乐 因为我在学校正好也学习 意大利作曲家 威巴尔蒂的四季套曲 也是我毕业的曲目 所以我当时经常演奏这些曲目 很多人他很喜欢他们会给小费 有的时候小费会比老板给我的钱多 因为我刚才忘了讲了我要演奏三天 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每天从七点开始演奏到十二年 那老板给我一百块 不是一天是三天 所以三天一百块 那一天三十多块 一年我整个这一年在这拉 我才能挣五千块钱 你这两千两万块钱学费还是差很多 但是我想毕竟我可以用手去资助我自己 所以下面先为大家演奏一首 威巴尔蒂最有名的四季套曲里的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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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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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我在餐厅拉琴的时候 有一天一个星期五 有一个电台的记者 他来到这里 他每个星期五都要采访一个有音乐的餐厅 第二天他就在新闻报道里说 他说昨天晚上去一个海边很有意思的 一个意大利餐厅 他说这个餐厅的组合很有趣 他的老板是英格兰人 他的老板娘是苏格兰人 他的大厨师是澳大利亚人 可是他们请了一个中国人去演奏意大利音乐 还带着葡萄牙的味道 所以他的调盘就吸引很多人 他们觉得很奇怪 因为在当地的澳洲人的眼里 好像中国人演奏除了二胡 他小提琴好像拉不出西方的曲调 特别是他们有一些匈牙利人 他说你怎么会拉匈牙利的音乐 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拉过很多匈牙利的舞曲 那么他们也很喜爱 所以慢慢的他们也经常过来听 也会给小费 有的时候小费给老板给的钱太多 特别是有一天有一个银行的主管 他说我在报纸电台都听到你在这里拉琴求学 那我们为你这种精神感动 所以我们董事会决定做你的赞助商 所以他赞助了我一笔可观的学费 同时学校基于我的情况 也允许我可以分期付款 每个月就把钱分开交 那这样我第一年的学费就解决了 所以真的神是听了我的祷告 他的供应远远的超出我的所向所求 那第二年教会的弟兄 他在Westfield大的烧冰生产了当主管 在圣诞节长假的时候 大学有三个月的假期 他就邀请我在那边去演奏圣诞音乐 然后继续 圣诞节过了以后 他继续让我在那里工作 一段假期 他也赔给我很好的薪水 那在当我在烧冰菜里演奏的时候 更多的人就是认识我 他们也喜欢我这种小费琴的这种音乐 他们纷纷地邀请我 演奏各种婚礼啊 生日party 私人party 甚至也连政府的会议 还有公民的宣誓就职仪式 他们都来邀请我演奏 那特别政府给的钱就特别好 我演奏一首歌歌 能给我二百块钱 所以真的神的恩典 有时候是想不到 那么三个月的暑期 我会把第二年学费交上去 真的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信使 那当我能够继续在这里学习的时候 神也继续开始使用我 当时呢 在中国和东南亚都发生了特大水灾 在孟加拉国和中国的南方 那我就和这个一个基督教的中和尚团 我们一起举办了两场赈灾议 那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善款 又远远超出了我的学费 这神就是那样 他把他的大爱 那通过我们来 嫁给更多的人 所以神他真是 我们可以讲爱的源泉 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到 那当我毕业以后呢 我就去了澳大利亚 悉尼最大的城市 继续学习现代音乐技术 那么刚才大家听到 我的所有的音乐伴奏 都是我自己制作和录制 那也是当时神的预备 有我的机会 在德国人开办的音响工程学院 学习了很多有关音乐的 现代音乐制作技术 那同时在这段留学期间呢 我就找到了 我住家附近的一个华人教会 就是雪梨华人信仪会 那当我来到这个教会 我被他的歌声所吸引 我走进这个教会 就好像回家的感觉 从牧师 师母 还有所有弟兄姐妹 我就感觉特别亲切 更主要的是 我有了一本中文的圣经 能更深刻地理解 主耶稣救恩的道理 也同时认识到 自己以前就是一个追求 所谓个人灵力在音乐上 追求高峰的一个 骄傲的音乐家 那么神呢 他把我这个骄傲的人 彻底破碎 使我几乎认为被遣返回国 那么在这时候 他把他的大爱加点了我的心目 心中使我的生命 有了真正的改变 所以呢 我在弟兄姊妹 牧师 还有神的带领下 真正决心做神的儿女 受洗归在他的名下 所以呢 下面有一首诗歌 我非常喜欢 叫《爱我愿意》 他的英文的title就是 I receive your love I receive your lo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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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认识了我的姊妹 她当时是一个木道人 也是一个范神认主 她认为所有的宗教都讲爱 当她听了我的见证以后 她也才知道 只有我们的神是真爱的神 所以她后来也受洗 归在主的名下 我们组成了家庭 后来我们的女儿 在洛杉矶出生的时候 她出现难产 早上八点进产房 然后打麻药一直到下午两点 因为小孩子也没有出生 麻药的孝也过了 所以非常痛苦 教会的弟兄姊妹文讯 纷纷来到产房外面祷告 还有唱赞美诗 真的又经过了五个小时 真的 我的女儿就是在赞美诗的歌声中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她非常工夫 当她护士给她洗完 五分钟给她抱回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她是一个微笑的小脸 所以我们给她起个喜乐的名字 叫Joyce 也就是喜悦的意思 我们在美国有时候去山里 去为小祖去做见证 也会在这么大的聚会 有时候还要带孩子 装到小筐子里 但是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大恩典 我们不能白白地想用神的恩典 我们要为祂做功 所以在美国三年施奉结束以后 我们全家就回到西尼 当时母会的牧师 他跟我台湾笑说 圣地兄我记得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去美国是我送你的 现在我接你三个人回来了 所以我说这都是神的爱 因为圣经里有一个词叫爱加倍 那爱是加倍的 所以下面有一首诗歌 我很感动的诗歌 在美国服侍的时候 听到一位姊妹 她用我们民族的唱法演唱 我当时听得非常新鲜这首诗歌 然后她的歌词特别能印证 我的生命的历程 她说在人生每一个台阶 每一个小站 都有主耶稣的手在掺纳的我 可能大家会很熟悉这首诗歌 就是最知心的朋友 明儿啦 !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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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